儿童它面对未来其实就是一个探险 其实我们的宗旨的核心价值在启发儿童的五感 对于周遭环境更有探索性 我们在策展的时候会与桃园的原乡原宿 人 文 地 禅 这一部分为主 桃林 铁道 蹄塘 那还有新住民跟原住民他们之间的互动 学到了很多的同理的一些感受 在二楼的展场我们把青浦这个地方百年地图 让小朋友来看到整个青浦地区的演变 他可以看到一些平常在教科书里面 感受不到的一些感动跟感想 儿童美术馆其实它整栋就是一件艺术品 跟周遭的青塘园生态公园 无论光线 无论是视野 完全是融合在一起的 儿童或者是成人 他都可以来这里面慢慢地享受 这个空间的美跟宁静 我们在策划活动的时候 会用跨域的方式跟不同的单位 我们其实这次也跟很多学校合作 陆续我们就会有把它做成一些教案放到网路上 让大家可以自由地取用 美无所不在 只是你缺乏去发现它 启发儿童的五感 提高他们对美的感知 而且大家都喜欢来 觉得很开心的一个场域和空间 这是我们对于儿童美术馆的一个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